鬼島晶 鬼島晶 Ghost Island Media DJ問號,DJ CRUSHM, CRUSHM要全部拼出來 你打問號的話我就打你 可以這樣嗎? 可以 好,我今天在這個節目裡面會 擔任這個音樂、歷史、考古、學家、擔當 幫大家重點整理跟翻譯一些有趣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好入口、好入手、好入耳 好的,那老師我們今天要聊什麼? 今天的主題 我們要找出一個Pattern 不如我來提問 嗯 我代表語音眾生來向老師發問齁 我覺得我有個問題就是 毒與藥的差別就是劑量而已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正確的使用 正確的使用它就是藥 像有人一次吞了100顆安眠藥它就會G了對不對 就是毒囉 可是現在安眠藥是不是很像是吃不死的啦 為什麼 不是,因為太多人實在沒有要自殺 所以它不會死 這就是藥物安全的東西 講一下毒跟藥啦 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都會想說 藥毒為人論啊這些東西 還有最常被問的說 大麻是毒還是藥 那就像剛剛汪浩老師說的 毒跟藥事實上就是劑量的問題 有些東西原本是藥 好,後來才變成被列為毒品 像譬如說 安非他命 它開始也是藥啊 麻啡 一直都是藥啊 正確的處方 醫生處方指示下 使用它就是藥 那你自己去爽用它就是毒 藥跟毒本質上是一樣的東西 那很多東西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鴉片類的止痛劑 在一戰之前 那個時候是一片混亂的年代 那很多那種賣藥團 有沒有看過菜市場賣藥雜耍 有沒有 賣藥藝人 他很多當年的那些黑人爵士樂手 黑人藍吊樂手從北邊 美國北邊到南邊 就是跟著這些賣藥團 南下 一路把這些音樂往南傳 他們賣什麼東西呢 他們賣鴉片類止痛藥 鴉片類神奇糖漿 那海洛英神奇糖漿 因為吃下去自白病 都什麼都不痛了 而且那時候的資訊也不太流通 所以就只能靠著這樣子來宣傳這些東西 就像地下電台的賣藥廣告 網路是很後期時出現的東西好不好 在此前大家要靠什麼宣傳 那時候也沒有這麼多的那個電台啊 所以就是靠這些雜耍團 他們賣的東西就是藥啊 所以藥跟毒就是這樣好不好 後來有一堆成分後來就被說 這是禁藥什麼東西 後來大家發現說 這個鴉片迷迷茂茅 真的大家太會用了 就變成毒品了 就變成毒品了 我覺得台灣人對於搖頭這兩個字 有非常奇怪的執著 就是這件事情是我的觀察啦 就是搖頭玩搖頭店 我不是很懂耶 我覺得那就像我的邏輯 我覺得那就像是 你今天捍衛戰士完了以後 什麼都要捍衛 絕地 絕地無事之後什麼都要絕地這樣 我從小對於搖頭開頭 其實我就是被媒體算是荼毒到 就小時候沒有結束這方面知識 然後就搖頭玩 好low 好low 就是聽起來很low 搖頭玩聽起來很low 聽起來就是你就被 有些會是這樣嗎 那是點頭啊 點頭玩 對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搖頭玩它有一個學名 而且它其實來你看喔 搖頭玩的英文叫做Extasy 俗稱E 然後它是從一個叫MDMA來 我幹MDMA這名字聽起來帥多了 MDMA是1914年莫克大藥廠的藏物 就像我剛剛提過的 它原本它都是藥 它是認真的莫克大藥廠做出來的 好像是治療身心疾病的一個藥物 那海洛英以前是止痛藥 搖頭玩我現在喜歡稱它為E好不好Extasy 那E的出現大概是在1980年初期 1981年左右 然後現在正式上沒有記錄到 就是我們網路上可以查到的資料啦 但是呢那個時候 音樂風格什麼的都還沒有跟文化有太大的關係 慢慢的一直到1988年1989年 英國有一系列的Movement的中文叫什麼 一系列運動 運動 運動嗎 運動 浪潮 浪潮 我比較喜歡浪潮 對就是有一些浪潮就是會 一堆人跑到一個農場 或是工廠或是廢棄的地方去排隊 所以這個是你叫做rave 那在rave之後 因為那個時候正好一起起來的 樂風叫Asset House 酸後世 對但是就是中文 至於這個東西怎麼翻譯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一個定論 所以我還是我是原文派的 所以我們就是我就稱它asset house 那所以說asset house就是其中一種跟 以搖的比較近的音樂種類 可是可是這件事情因為落地生根 所以在台灣會有不同的 久了以後發生什麼不同的事情 所以在台灣剛剛講到搖頭店 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搖頭店有一些是放 有點像我們現在在講的土嗨 或者是DJ小荒 可是DJ小荒很屌 RESPECT 那講的是那個 土嗨 真的慢搖慢搖慢搖 對慢搖 就是那個時候比較後期 19...199幾 然後甚至到2000年初期 被媒體抱成搖頭店的那些店 然後那個時候這些店裡面 通常還會在摻雜一些 除了E之外還有拉K 或者是所謂抽K菸 那就是你同樣一種東西 你用不同的方式來consume的 攝取 攝取 使用 好搖頭玩這件事情呢 他雖然是1914年左右被發明出來 但他是一直到 在英國一直到1977年 才宣布為禁藥 然後台灣的話是 一直到1999年 搖頭玩才違法 1977年英國宣布為禁藥 85年是美國 然後同年 英國那時候有記錄的是 第一次大規模的茶器 搖頭玩派對 然後一路燒啊 就開始燒到台灣來 台灣 1999年 然後2000年還有證俗專案 那時候台北市長叫馬英九 當時 馬英九呢 還找了當時的文化局長 猜猜看是誰 你是從華 龍應台 他們辦了一個講座 叫搖頭玩語電子音樂 代表什麼次文化的講座 酷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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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些努力 阿扁认为马路不是只有马 才能走的路 那确实 行人也可以走 所以在1995年联考结束后 特别封闭新生南路举办 让我们飙舞去 青少年种夏业舞会 第一首 因为一所以创作出来 就是他创作过程中 就是他们这些音乐人就去派对 然后到处玩 然后就莫名其妙被人家塞了一个药丸 然后就说人生最屌的体验 然后写一首歌 然后就爆红 回头一看 原来那个东西是一 那是在1981年 英国有个团叫做Soft Cell 软的Cell是细胞的Cell Soft Cell 在1981年的时候呢 他们的制作人建议他们说 我跟你说 纽约是个好地方 不然是个二人组啦 这个一个 这两个人 一个叫Dave 一个叫Mark 然后他们 就是两个emole仔 就做一些很emole的音乐 然后怪的声音在里面 然后反正就有人建议他们说 纽约很棒 纽约是个充满灵感的地方 而且啊 纽约有个好处就是 没有人认识你 那个时候没有网路嘛 所以你就是你没有全球大红的话 你去纽约就没有人认识你 所以 他们要录一张专辑 新专辑他们就被建议说 那不如你去纽约录 然后吸取一下这个美国大陆的灵感 然后我们就好 就这样去了纽约 然后去纽约之后呢 就很爽啊 因为没有人认识他们啊 然后没有什么偶包啊 就到处派对 这样每天就是哇 一场接一场 每天晚上这样 棒棒棒棒棒棒 很爽 然后一边做专辑 所以呢这派对 派对会怎么样 派对就是会有故事 所以他们在派对的时候 有一天 其中一个人 他碰到了一群女生 其中一个女生 给他一颗药丸 一条酸黄瓜 他就那一天晚上 吃了这个药丸 可能也吃了酸黄瓜 记录上没有讲他到底怎么吃酸黄瓜 不然他吃这个药丸就觉得过了一个很奇幻的夜晚 然后也因为碰到这一群女生 就是他们二人组 觉得一起派对这个晚上 算是人生中出现了一个转折这样 然后对他们的歌 对他们的那一张专辑的创作 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激发 而且很怪喔 这世界就这么奇怪 这群女生其中一个 他们在过几天之后 他们在一起去柏林 又碰到 等一下 他那女生会不会是什么NPC 还是什么复制人之类的 而且这件事情更北烂 就是这个女生到后来 她是个传奇 据说就是在 读会传说有一位叫做Cindy的女生 她给的E非常纯 所以这个女生就叫Cindy Ecstasy 为什么这个读会传说后来超级 就是大家都知道 有Cindy Ecstasy这个人呢 因为他们把他写在歌里面 然后副歌整个副歌都在上Cindy Ecstasy 很好笑她说 叫Cindy Ecstasy if you're looking for a memory 而且重复四次 副歌重复四次 就是打电话给Cindy 如果你再找你的回忆的话 太开心 忘光光 这真的是听起来偏可怕 我读到那个报道后面就提到说 很显然的Cindy一定有一些特别的门路 可以拿到一些医药用的source 说不定她真的是默克大药厂的药厂业务 前景这样 之类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Memorobilia 听起来很 就是在蒙博 我在蒙博什么 所以 其实是因为这首歌Memorobilia 被誉为 就是正史上第一首 因为E 然后而且让E 整个传销出去的歌 他们那一张专辑 当然也就跟着红起来 就叫Non-stop erotic cabaret 后来其实有人remix的 就拿张专辑去做另外一张remix的专辑 他把erotic改成ecstatic 就是用ecstasy的那个字来改 超悲烂 对 然后所以 E就从1981年那个时候 开始慢慢慢慢慢慢 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的推测 就是从那时候 这些东西然后慢慢进去 当然你看他在派对 美国的underground派对就已经拿到E 所以代表 这个药物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派对 就已经在 就已经存在了 对啊 已经在使用了 台湾好像有记录的出现在台湾的派对 好像是一直要到1993年 最早听说是在一些奇怪怪的 underground party 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违法 1981年的时候还没有违法 对 然后后来是因为红了之后 这所有东西都是红了之后才会违法的 像 K他命也是2002年才违法 就是1912年他是在德国的默克大奥厂被申请专利 他被合成出来去申请了这个药物专利 因为当时事业上没有存在这个物质 当时很多的药其实都是这样开始 一合成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他们就会拿去申请专利 一合成他们就会拿去申请专利 所以他们其实合成了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之后 有没有用在人身上 或用在哪里以后再说 反正我先做出来了 先喊就是我的 OK 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的AXASY E跟提到另外一个MDMA 就是他们基本上算是同一件事 但是E里面还有混了一些 其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 至今是都还不太确定 好吧 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在考古 我们不是在引诱任何人 试用任何违法的东西 OK 你可以选择以下的方式 支持大麻不凡 每集听一百遍 把节目推荐给身边一百个人 或者是到大麻烦不凡 这次募资计划支持我们 你大便的时候也可以听 重讯的时候也可以听啦 慢跑的时候也可以听 好不好 我觉得重讯握推的时候 听有点危险 因为可能会叉气 除此之外 请在安全的情况下 你就放着让他跑 让我的声音变成 你的背景白噪音 OK 感谢大家 到了1988、1989年的时候 从英国的一些海港城 就是比如说Manchester 或者是Coventry 就是一些工业的海港 像我刚刚讲 Coventry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汽车城 就是这种 就是工业大城来的 那这几个地方呢 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 没什么娱乐 然后这些地方又都是一些 那种工人阶层 所以他们的娱乐很无聊 就是上酒吧 喝醉 然后喝醉干嘛 不是打炮 打架 在店里打到店里打烊了 怎么办呢 上街打 满街 店长包下来打呢 没有满街的人 就在街场打架 嗨好赞喔 然后这个同时又有一些 就是白人跟黑人之间的冲突 各种的这个历史背景底下 英国就有一股浪潮 然后会有年轻人 然后去找到一个废工厂 然后把唱机搬出来 音响弄起来 然后大放音乐 然后开始派对 然后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1989年的夏天 到了一个极大城 就是那个夏天在正史上面记录下来 就是一个 有一个派对 我读这本书上面写的 它叫做Rave New World 然后它是一个当年在Rave派对上面 这种非法的派对上面 卖水的一个歌 知道为什么派对要卖水 不卖酒吗 因为喝酒会打架啊 反正就这一整件事情 就是他们就开始派对 然后你要怎么找到这个派对呢 那就变成一个年轻人之间的流行 就譬如说 诶我听说今天有个派对 但我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他们就要在 他们就会 譬如说在电话亭 那个1998几年 对不对 大家是打电话没有手机 然后电话亭上面会贴留言 所以你要在电话亭上面打这支电话 然后接到一个自动打路机 然后告诉你 今天的派对会在哪里 那通常你可能要开车开一个小时 开两个小时去找到那个派对 然后可能远远的填里面 有个发光的地方 或是某个工厂 你就寻着那个 去找 所以这些年轻人就是 很热衷于做这个事情 然后他们就称这个事情叫adventure 所以那个时空背景底下的玩法 就这样 周末到了 干派对在哪里 然后大家就开车出去 等一下要干嘛 等一下去rave 等一下去rave 然后去rave 然后可能光你找到派对 大概就半夜一点 然后开始派对 然后当然这个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 摇头丸 Extasy在英国的rave里面 它就是推波助澜 因为这个药物会让你 整个人有一种万物合一感 它是一种兴奋剂 嗯 好 书里面提到一个 就是当这个作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药物的时候 说我全身很热 然后我会很想动 然后我很兴奋 怎么办 我这样有点紧张 我会怎么了吗 他朋友就跟他说 Mate you're gonna dance it off 你要把它跳掉 流汗你要去跳舞 把这个昏昏的感觉跳掉 对 所以就一堆人就是吃了衣之后 然后就跟着人一起跳 一直跳 所以才会叫做摇头丸 对 然后1989年这一个 英国他们叫做 Second Summer of Love 就是他们在历史上面是 1988跟1989年的这一段事情 是被藩之爱之下事件吗 是 没错 而且 在1989年一个很大的 两万人记录下来的派对叫Energy 这个派对上面呢 现在的一些大师 譬如说那时候他就说 这本书的作者 Rave New World的作者 他就说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其实就是在意的是 现场的vibe 就现场的气氛怎么样 音乐怎么样 没有人会在乎说 今天是谁放歌 没有在那边在崇拜DJ 大概就是为了音乐 为了整个和平去的 然后 有一个很有名的Techno DJ 大家可以去查 他已经超过十年 都待在百大DJ榜里面 叫Carl Cox C-A-R-L C-O-X 那个时候就是他 被挖掘出来 然后大家说 这个人好屌 他谁啊 怎么放这么屌 然后去问他 你好 我叫Carl Cox 你可以打这支电话 我一场 一场八十磅 还是一场一百磅 忘记了 超级便宜 他现在一场可能要两百万 这样子 对 一个 我刚刚不是说这些海港城 就是打架打到爆嘛 然后黑人 白人冲突 跟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 跟大家只是想为了打架而打架 这件事情呢 他也因为派对迎刃而解 大家周末都已经忙着去找派对 不会有人想要去酒吧喝完酒出来打架 大家就是已经一头热 就是见到去哪里趴 剩下的也就是因为在这些派对上面 大家追寻的是一个 当然我还没提到警察的部分 这些派对到那时候 你看你不可能 没事在一个地方聚众两万人 不吵到邻居 所以那时候警察就一定会来 所以Rave的另外一个精神 就是跑给警察追 所以你常常 他给你的第一个地址 可能是错的 第二个地址可能也是错的 然后第三个地址可能才是对的 但是你一定要去 第一个地址拿到线索 第二个地址拿到线索 然后再到第三个地址 这是在一个跑大地游戏的概念 所以你一个晚上 你找到派对 可能就花了四个小时 然后他们还会留假的电话 for what 就是要骗警察 然后他们还要有一个 官方的radio 因为他们有海盗电台嘛 那个童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一部纪录片叫做海盗电台 海盗电台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还是我简单解释一下 海盗电台就是一个在邮轮上的 他的radio station在邮轮上 所以没有人抓到他 其实 就是他在海上 其实那个是最有名的海盗电台 其实海盗电台泛指 就是我们没有执照的电台 还是说地下电台卖药 对就是卖药地下电台 所以地下电台甚至抓得胸的时候 很辣的时候 他们给出去的可能都是假资讯 但是你一定会透过 你就是会有几个朋友 就是会知道真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你们就会去派对 也是因为这些事件 而且派对上面 你花很多力气很underground 所以到现场的大家 你可能有的运气好 开四十分钟就来了 运气不好开四个小时 所以你就看到开四个小时 很神很累 然后说哇终于到了 所以你就会欢迎他嘛 就oh bro welcome to the party 大家一起玩 所以这样子派对的精神上面 就是欢迎所有人 然后打破所有的阶级 你是穷的 你是有钱的 你是胖的 瘦的 黑的 白的 中的 就是不会有人去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才会说派对救世界 就是那个时候rave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 就是我们就跳舞 我们和平 我们就是爱 it's all about love 其实rave这个字 非常久 在从1950到1970这个年代 就有这个字 那它其实原来定义是在讲说 while bohemian party 就是疯狂的波西米亚式的派对 所以rave其实是对于自由的追求 跟对于一些框架的反动的背景之下 创造出来的字 所以它一路到1980几年 这个名词会被延续到这样子使用 它是精神上是非常一致的事情 这整个社会脉络 就是社会的往前进这件事情 跟派对跟要 是脱不了关系的 像比如说好 因为英国他们是 从这种游夏儿上的超根性的文化开始 有所谓的rave 以前是爵士 那后来开始是招舍比较多 那它最终反映出来 你是个社会的最真实的一面 用药文化 摇头丸在或者是MDMA 或者是以在这个rave文化里面 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如果我可以说 没有依旧没有rave 那就是一个浪潮 然后这个浪潮 它没有被时代的洪流弄不见 就譬如说喝酒这件事 为什么大家要去酒吧 为什么大家聚会一定要喝酒 它一开始聚会一定得要喝酒嘛 我们围在火堆旁边跳舞的时候 也没有要喝酒啊 什么时候开始喝酒 喝酒后就大家觉得有有 不错不错 然后就继续了 在那个时候没有网路 没有什么没有KKTIX 没有购票平台 他们有办法聚到两万个人 同一个晚上在一个地方趴到天亮 趴到隔天中午耶 这一整个事件起来 全世界当然就会相继效仿嘛 所以也是从那样子 DJ然后派对的灯光音响等等等等 这整个产业其实是这样子 一路发展到现在 甚至甚至连夜店 像在英国酒吧是酒吧 大家去喝酒打架的地方 或者是有些Live Band Beatles以前是在酒吧台嘛 但是为什么会有DJ放歌的夜店 其实这一路它是一个蝴蝶效应 Rave大概到这里一个部分啦 然后真的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看Rave New World这本书 里面讲了非常多奇闻异事 所以他就是从一个卖水的人 后来他开始在纪录派对 然后后来他变成 会有杂志花钱让他写派对的记录 然后他就一路变成一个专业的派对记录家 派对观察家耶 对派对观察家很酷 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任何的台湾以外的地方 在派对里面你服用了摇头吗 或是他说E或是MDMA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喝水 因为这类兴奋剂的药物会导致你的体温升高 你会流汗 你会脱水 然后如果在Rave Party 又是室内或者是人很多的地方 你有可能过热会热衰竭 所以呢 在派对里面关心自己 关心别人 你看一个人 E在那边跳 E在那边跳 你可以过去友善的跟他说 你要不要喝水 或是你直接使用命令去说你喝水 这也是一个破冰的方式 对 提醒大家喝水 你自己也要喝水 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一在讲E 中间在讲LSD 他说那时候他第一次碰到LSD 是从他朋友从柏林带 带过去英国的 然后他说柏林他把A4的纸整张 就是LSD泡丸 然后A4的 然后说这是什么 这个是个Magic poster 然后他反正就是那一阵 他就是哇这分好酷喔 他有一次 你知道人身上 连皮肤都可以吸收东西吗 这个作者他说有一次他去一场派对 然后他奇怪 他什么东西怎么样都没有客 然后怎么会一去到那边 开始眼前出现幻觉 东西都叠在一起 然后什么东西都莫名 奇妙这样子 他就觉得 完蛋了完蛋了 我进来工作 我还要访问很重要的人 然后发现呢 他的 穿鞋不穿袜没有臭脚丫 他的鞋子里面 我刚提到的Magic poster 有一大半有一整张纸 在他的鞋子里面 然后他踩在底下 太浪费了吧 LSD呢 他也是被合成出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他是在1943年有个叫做 Albert Hoffman 他在实验室里面发现的东西 霍夫曼 霍夫曼脚踏车 所以如果你有看过有一种LSD的图案 是一个人骑着一台脚踏车 那就是霍夫曼先生 我想起来那时候看到是什么LSD 它其实有好多种不同的就是化学室嘛 就是有差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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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是试到其中一种 对 对他是不小心碰到其中一种 然后他就是沾到一点点他没注意 然后他就骑乔车回家的时候发现说 哇 那我的世界长得完全不一样 白痴扭吧 斑斓的光影 然后非常的快乐这样 那这个东西 后来那一天是4月19号 1943年的4月19号 所以420是国际大麻日 419是LSD日 国际脚踏车日 没错 诶在台湾依旧是二级毒品哦 你各位 不要觉得说他是一片纸 寄回来不会被发现 你寄回来很容易被发现 然后 你就要蹲十年 我再说一次 别搞 刚讲完依依对不对 S4 摇头丸 他 文化上面跟音乐咬得比较紧的 其实是电子音乐 因为他从像 S8 House 然后或者是我刚刚讲 台湾的摇头店 放一些Hard House 然后会是比较多是那种 速度快的 蹲蹲蹲蹲 这样的东西 那但是LSD他 管辖范围也比较广 有点像大麻 就因为他会刺激你创作 所以很多创作人 就是碰到LSD之后 就是哇 我的世界 直接被翻转 包括Bob Dylan 包括Beatles 包括有学吉他的朋友 还有Jimmy Hendricks 对 还有 还有 已故的版本老师 版本荣医 那所以 如果你去逛唱片行 你看到 譬如说 Psychedelic Rock 因为我们像LSD 像 蘑菇 像 还有什么 智患的 就是会让你的脑部神经 产生一些奇怪的变化的 这一类药物 我们叫做麒麟药物 那LSD是其中一个 然后所以 像你们看到的 Psychedelic Rock 然后 Psytrance 或者是 甚至什么Psychedelic Funk 那这些都是 在创作过程中间 他们就是 被这个东西启发 所以有一张 Beatles的专辑封面 他是好像就是一堆花 然后色彩超级 超级多的 对那一张 就蛮有名的 就是他们因为 发现了LSD这个东西 而且 Beatles甚至 发现LSD 干屌货 整团飞去印度 然后 就是去印度 走一个更大波的这样 身心灵的追求 对然后 这一趟印度行之后 就写另外一张专辑 然后你怎么去分别 这些 有被LSD启发的 音乐或者是艺术呢 你就看如果他有脸 他脸上面有非常多眼睛 非常有可能 这跟LSD有关 或者是他颜色非常多 一堆漸层 什么蓝色漸层到红色 然后或者一堆重叠的pattern 一个人有十只手 或者是一堆花 花海这样 非常多的可能 都是跟LSD有关系 补一个LSD跟 因为我觉得Beatles 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 有 而且老实说啦 我不是Beatles迷 但是我是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 才发现 这首歌叫做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他在写什么 一个叫Lucy的人 在天空中 然后跟 然后他有个钻石 在写杀小 对他在写杀小 因为他们全部都用LSD 因为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的大事就是 就是LSD Beatles跟LSD的连结最有名的一首歌 你知道我大中华民国法务部 叫LSD什么吗 对叫什么 我一直是原文派 所以我一直没有 没有get到这些 摇脚丸 到底为什么啊 因为当年我国规定 违法的成分叫MDMA 然后有的摇头丸是会摇头 有的是会抖脚 有人的症状是抖脚 所以一开始我们的警察 跟我们的法务部 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药 所以他就觉得说 因为那时候同时流行LSD 所以他就叫他要叫完 然后后来才发现不对 就说那因为LSD的剂量 很低的剂量可以有效果 所以叫一粒杀 但这些形容 仍然没有贴近LSD真正的样貌啊 他们说读邮票 合理了合理了 终于 于是我就在反读海报上看到那个 真的邮票大小的图片 贴在舌头上 好像想说 这么大一张 有点大 他理论上是0.5公分 乘以0.5公分大小的一张正方形的小纸片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 Netflix上面有另外一部片在讲LSD 叫 药什么东西都忘记了 你就查药 他就会有另外都是彩虹这样子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心智 对对对 他同时也是一本书改变你的心智 你如果没有买Netflix会员 那你也可以买这本书 那同时有另外一部叫做Have a Good Trip 也是在Netflix上 在讲这些麒麟类物质的纪录片 嗯 这些可以去看 这个我自己还没看完 我看了开头我觉得蛮有趣 他的整个叙事方式我觉得不错 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台湾都违法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为什么派对也好音乐也好是推动 这整个社会前进的一个力量 当时爱之下运动除了音乐之外 其实就是一群对于现实政府的管制不满的一群年轻人 嗯 那他们其实那时候也算是在那时候是冷战后越战 反正当时就是在讲一个 他们是反战的有反战的概念在里面 那当时在美国后来被拉进来毒品战争 也是安斯林格开始的毒品战争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 抵制越战的人 反战的人 这样讲资本主义国家他希望你或是 统治着希望我们的人民都是勤奋的 希望我们的人民都是听话的 不要思考 你只是做被这个国家序幕的羊 然后去产生很大的产值 所以你们这些会混在一起开派对的带头反对国家政策的人 你们就该死 我该怎么把你们抓起来 找出你们常常在用的东西 比如说LSD MDMA 比如说大马 把它列为违法之后 我就可以去光明正大的把你们的聚会 你们这些聚集起来的人抓起来 所以其实有时候抓这些派对的人 其实他们不一定是在反对音乐这个文化 国家其实在反对的是这些反动的声音 某一些物质从药被列为毒品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立于国家的管制 去统治人民 而不是说 这个东西真的有对人体的伤害有到这么大 其实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层面 好啦那就我们今天差不多 今天Podcast的部分差不多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 那下次就会讲一些台湾的事情 大麻烦不烦由李津奇律师主持 鬼岛及Emily Y. Wu监制 Tim制作 Wayne剪接婚姻 在Future Walk录音 大麻虽有神奇疗效 过度使用还是会让你脑袋坏掉 又让你脑袋坏掉 阿难道 还让你脑袋坏掉